事实出现的柏扬 作者 朱洪海 中国大陆的八十年代 往往又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 发生并贯穿于这个年代的一系列变革 让人们震惊 兴奋和渴望 在今天 八十年代常常和怀旧联系在一起 1977年开始 大陆恢复了高考制度 直到八十年代结束 大约有六百万的青年学生先后走进校园 他们当中 年龄小的刚刚成年 也有三十几岁的大龄学生 他们一般出生于五六十年代 当他们与八十年代狭路相逢时 正是他们人生意识的成长时期 因而一方面 他们续传了五四精神的心火 同时更有文革的沉痛反思 所以 他们思考的深度远超他们的师长 又远非后来人可比 这一代人 本文所称八十年代人这个概念 并非时下流行的八十年代生人 之所以选择八十年代人来研究博扬的意义 是因为八十年代五四精神 在对传统的大反思中表现出了一定的缺失 他依旧停留在科学与民主的认定上 没有在现实生存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 予以充分的重视 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 恰恰是博扬先生鲜明的现实批判 为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启蒙 给予了完整的重要的弥补 第一 事实出现的博扬 几乎所有能够持续生长的事物 都必须有着他的缘分 郑和夏西洋比哥伦布发现 好望角早了若干年 但是他没有缘分 于是中国错过了可以依托海洋 让世界认识中国的机会 后来的钱家盛世 不过是历史中国最后的繁荣 南京条约于是成为必然 大陆的文革的年代 以地下方式极为流行一部首抄本小说 归来也叫做第二次握手 可惜张扬也是没有缘分 他的错误在于这部小说创作得太早 所以在当时他只好成为反革命 坐牢四年几乎被枪决 但是后来的张扬依旧没有缘分 若干年后 这本小说的总印量达到了430万册 然而张扬拿到的全部稿费 只有2500元人民币 在大陆的80年代初期 还没有后来比较完善的稿费制度 张扬的缘分可谓糟糕至极 缘分有时看起来只是和某一个人有关 但就是这个人往往是在意味着一个时代 柏扬来到大陆的时候 恰好也刚刚是他应该来 也正是大陆需要他来的时候 有关中国大陆80年代的研究 近几年开始陆续有了一些总结性的文章 内容多涉及政治 经济 文化等诸多层面 但是 显然这些文章 基本就停留在了总结性的基础上 我们好像还不清楚 曾经走过的这个年代 对于我们的未来有多么重要 80年代我们没有给予他应有的位置 80年代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今天的中国 那些能够让我们振奋的几乎都是从那里开始起飞的 我们出发的原动力归根结底是来自80年代的文化酝酿 这就是80年代对于我们的意义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 在80年代产生这种文化酝酿 来自于众所周知的文化反思 从一首诗 一篇小说 一部电影开始 从反思文学开始 反思的波兰会集成和最终波及到思想界 内部的异化 也为外来的声音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从80年代初开始 各种学说 流派与思想喧嚣而来 80年代的思想界 犹如一个开放的花园 热闹非凡 在这吸壤的人群中 应该有四个人 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尼采和萨特在80年代初 来到中国的时候 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 几乎达到了震撼的程度 紧随其后的是弗洛伊德 80年代人不能忘记他 是因为他第一次给予了中国人完整的性观念 第四个到来的是 博洋 将刚文化来到大陆的时候 是80年代中期 正是大陆思想界的破冰之旅 如火如荼的时期 1984年的博洋在美国爱荷华大学 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 其轰动效应之列 以至立即波及到大陆 将刚文化的基本精神 国民性批判刚好呼应了大陆 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运动 于是 整个80年代的近600万学子 即80年代人几乎没有人没有议论过 博洋和丑陋的中国人 导致的直接反应就是博洋热 在当时 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阶层 博洋是若干核心词汇当中的一个 爱荷华演讲的第二年 丑陋的中国人 就被大陆出版社介绍给了大陆读者 有人估计 当时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 博洋先生震撼性的声音 让学子们争相阅读 当时负有影响力的文化核心媒体 几乎都重点推出过有关博洋的讨论 迄今为止 博洋先生2000万字的文学 史学著作多数都在大陆出版过 有的甚至由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 但是博洋带给大陆的核心影响 则是将刚文化 将刚文化的到来加速了破冰之旅的进程 从文化界开始的反思 在整个社会引发了全面碰撞 人们都感受到社会在发生变化 但是变化又步履为艰 明显的特征是进两步退一步 新时期的改革萌芽 在严重的争议中艰难生长 80年代前期的反思显然不够彻底 因为反思的出发点 都是站在了传统的基础上 对于传统 中国人是抱着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的态度的 但是问题在于 何谓精华 怎么知道 不会由于眼神不好 大脑迟钝 紧抱不放的精华 实际却是糟粕 并且由于时间的转换 地点的不同 糟粕与精华之间 也会互相转换的 这时的80年代人的局限是 他们还没有能力认知这一点 于是 当将冈文化带着国民性批判到来的时候 连一向激进的青年学子们都精益地变了脸 博扬先生把传统给连根拔了 争议之大不必细说 即使在大陆以外的华人圈 博扬两个字也可以成为一场争论的开端 在大陆校园的学生宿舍里 几乎每个房间都为博扬召开过专门的卧谈会 大陆的文化界在80年代的后半期开始思考的是 我们的传统是什么 80年代 从打碎传统文化开始 也打碎了人们心中的价值体系 博扬先生在这个打碎的过程当中 是助了一臂之力的 之所以说 博扬的到来是适时出现 就是因为他参与并加速了这个打碎的进程 而假如博扬迟到的话 相信对于彼此 那样的错过 是无法用遗憾这个词汇可以表达的 旧的东西被打碎了 新的文化 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 漠然处于浮游状态 面对着骤然开阔的世界 进入到90年代的80年代人 开始为自己的反思付出代价 不知向何处去 第二80年代五四精神的重拾与延续 还是要强调这句话 迄今为止对于80年代的认识 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十年 对于现在及未来的中国有多么的重要 这个十年 对于中国人来说 高度浓缩着心灵的痛苦与挣扎 既是空前 可能也是绝后的 中国人的价值体系 从没有面对过如此猛烈的撕裂与震痛 将柏阳先生纳入到80年代来研究柏阳的意义 是十分必要 而且是必须的 离开了这个年代 在中国大陆 柏阳将不再是柏阳 因为80年代的本质是五四精神的秉承和延续 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们注意的就是 五四精神所提出的任务 不仅80年代没有能够完成 其实我们至今也仍未完成 21世纪的中国仍将要肩负这个沉重的使命 而且看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在延续 这个延续实际上从20世纪的30年代末开始 曾经被长时间地中断过 能够重拾五四精神 就是在这个80年代 并且一度达到过高潮 遗憾的是 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学术命题 若干年来 却被学术界如此长久地忽略着 与五四时代相比 80年代与其共同之处 就是逐步开始秉承其科学与民主的基本精神 其不同之处 就是80年代没有能够出现 鲁迅那样的领袖级人物 仅仅出现了号角式的人物 博扬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 博扬却是整个80年代 唯一能够与五四时代的鲁迅遥遥相对的人物 与鲁迅相比 继其染钢文化之后 博扬提出了降钢文化 鲁迅对国人哀其不幸 怒气不争 博扬的观点更直截了当 丑陋的中国人 不同的时代 两位人文大师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 中国人 你怎么了 80年代人在接受鲁迅的思想时是毫无障碍的 他们认为鲁迅笔下的中国人是和他们毫无关系的 那是旧的中国人 刚刚从文革荒漠中走过来的他们没有能力在更深程度上理解鲁迅作品的文化内涵 但是博扬的到来 在80年代人当中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博扬的指责不仅直接指向了当代国人 显然也指向了他们 如此犀利 直接 全面 一语道破 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博扬是第一人 80年代人这时的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 普遍接受着三到四年的高等教育 进入大学在当时是年轻人唯一的光明之路 因而他们当中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年轻人 他们全部是从文化的荒漠中走来 对文化的渴望表现得如饥似渴 他们喜欢一切新的东西 而且很容易接纳 在社会大环境全面反思的影响下 他们一反过去的盲从 逐步开始进行独立的思考 他们会全面地接纳尼采 而后又分析地看尼采 这样的几年大学教育之后 他们开始迥异于上一代人 同时又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同代人 准确地说 高等教育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技能 或者说他们主要不是来学习技能 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素养 这不是可以从书本上得到的 而是校园文化所赋予的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很容易的 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从一群年轻人当中分离出来的原因 博洋到来的时候 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刚刚离开校园 但是依旧保持着校园时代的敏锐和渴望 博洋的到来确实让他们阵龙发聩 他们所曾经津津乐道的 他们所曾经引以为荣的 他们所曾经坚定不移的 在博洋这里仅仅因为一本博书 一切就都动摇了 丑陋的中国人 的确在这个重拾五四精神的重要年代里 加了一把干柴 八十年代人在学习近代史时 无不哀伤愤闷 他们也会思考近代中国人遭遇耻辱的原因 然而主流观点将之归结为 清政府腐败这一表层结论 挡住了他们继续思考的去路 以他们当时的认知能力 他们可以把民族衰败和船部肩炮不利相联系 可以和一个政府的无能相联系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难以置信 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 也会和这个民族的兴衰有关系 同样 他们也很难体会到鲁迅的染纲文化所指 比如鲁迅说 日本人在砍中国人的人头的时候 周围的中国看客却在笑着看热闹 八十年代人在思考染纲文化的时候 他们也在笑 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染纲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那是别人的事 不知不觉间 他们也成了那些看客 但是 匠纲文化却让他们笑不出来了 柏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 比如 错误与指责都是送给别人的 自己永远是对的 很干脆地告诉他们 中国人的丑陋就存在于他们身上 这一次 他们笑不出来了 柏杨给了年轻一代新的思考角度 他们开始比较彻底地思考着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 就这样 在他们最重要的成长年代 他们遭遇了柏杨 记住了他的警告 他们从心底感谢柏杨 在整个的八十年代 这一代人还没有发言权 始终是时代的脚步影响着他们 他们只是一批一批地离开校园 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然而他们以变化宣告了他们的存在 终究有一天 他们的变化会反过来影响时代的脚步 他们最大的幸运在于 他们是生长在八十年代 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 一个充满着五四精神的年代 第三 以尊严为核心 中国人文精神的建立 丑陋的中国人该怎样走出自己的局限 在八十年代 即使是柏杨自己 也没有能够给出答案 关于这一点 柏杨先生本人也承认 当时有读者问 既然中国人丑陋 那么应该怎么办 柏杨也不知道 柏杨得到这个答案 是在近乎二十年后 这就是他的新作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在2003年的中国大陆 这本书被称作 丑陋的中国人的姊妹片 而历经了九十年代迷惘的大陆 在历经了十年的阵痛后 在打碎的二十年后 尊严也逐渐地成为媒体上 见报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一个有意思的命题就是 假如柏杨当年能够给出答案的话 那么会怎样 而另一个非常现实的事实 则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 的确还不知尊严为何物 当时听说美国人到别人家里做客前 一定要先打电话预约 大多数人不能够理解 那时也不存在隐私意识 公开询问对方的收入是很常见的 不告诉才是不正常的 在这样一种文化水准的土壤上 如果在八十年代 柏杨先生带着他的尊严来 很有可能会被看作怪物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人被奉为万物之灵 但是在现实生存中 个人的精神自由与独立追求 却往往被群体精神所压抑 因为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核心 不是个人 而是群体 个人权力的空间 仅仅局限于独善其身 但是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 却在八十年代人身上 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就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碎后 他们开始寻求个性的解放 与人格的独立 然而八十年代没有能力给出答案 进入到九十年代后 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大潮 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所取得的自信和激情 在九十年代的物欲中遭遇到全面阻击 普遍感到了茫然和失落 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是比较迷惘的 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十年以上 物欲似乎是这个年代的核心词汇 受西方后 现代化思潮的影响 西方现代文明的物化或异化 对中国人文精神的考量 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拜经主义盛行 关于这种考量 文会在莎士比亚的 雅典的太门中看到 他对黄金的诅咒 关于中国文化的思考 在这个时候变得严峻起来 所有的疑问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 中国文化究竟能给现代人 提供怎样的精神家园 这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 它直接关系到了当代国人的价值重构 中国人的价值观不能在八十年代的打碎了之后 过于长久的在空中行走了 这个时候 八十年代人陆续开始在各个层面展露头角 比起八十年代 他们渐渐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虽然有些微弱 但是他们广泛的存在着 由此所汇集的声音渐渐显示出了新的力量 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阶层 精英阶层 博扬的名字在这个时期 由于特殊原因逐渐淡出他们的视野 但是博扬关于国民性的思考 对这时的精英阶层留下的深刻影响还在 这种思考在九十年代后半期渐渐上升为主流 并达成了共识性的声音 文化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的问题 同当时的中国经济软着陆相似 中国人文精神也在同一时期尝试着自己的软着陆 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是 这一次似乎没有出现号角式的人物 而是整个精英阶层在推动着这个变化 精英阶层的共识是 文化的主体是人 人既是社会主体 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 不同的主体范畴 直接导致了人要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 一方面人要实现自我价值 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角色 对人自身问题的忽视将会导致人的误化 从而形成全社会性的物语 人的存在 价值和尊严也将被遗忘 由此 尊严这个一项被过人保留在字典里的词汇 开始浮出水面 并屡屡建筑爆端 如果没有八十年代 由博洋引起的那场关于中国人的大讨论 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广泛的人群 在九十年代 共同参与了价值重建的过程 新的价值体系在新世纪初开始呈现出了它的雏形 这就是以尊严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建立 树立个人的人格尊严 生存尊严 道德尊严 做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 这就要求在讲究自身尊严的同时 也要尊重他人尊严 这种尊重实质上就是对他人价值存在的一种认同 诚信也开始成为新的流行词汇 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 从打碎到重建的完整呼应 回顾这二十余年的时间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五四精神的延续之路 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阶段性任务 要归结于几方面的因素 及外部世界的影响 与世界接轨 自我反思下 全民素养的逐步提高 面对成长的烦恼付出代价后 所取得的经验 八十年代人 如今年龄大约在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精英阶层 在这条延续之路上表现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并且成为推动今天的当代中国的中间力量 在他们走过的路上 始终充满着八十年代的声音 那声音里面 有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理想 也有八十年代的尼采 萨特 弗洛伊德和柏阳 有意思的是 就在中国大陆的尊严核心逐步确立的时候 柏阳再度带着他的心作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来到了大陆 并且一度成为2003年大众解读尊严的普及本 从丑陋的中国人出发 柏阳和他的八十年代人 在二十年后 双方几乎同时会诗 在尊严这个坐标点上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 会发现存在于大陆与柏阳 或者说两岸之间的一些惊人的巧合 八十年代 当走出文革阴影的大陆在阵痛中反思时 在台湾则同样在反思着的柏阳 其思想不仅震动台湾 并且风靡大陆 随后 在大陆出现了外国的月亮 比中国圆的现象 与此同时 在柏阳的作品中 也出现了就这一现象 挖掘国民劣根性的文章 而当新世纪出大陆开始倡导尊严的时候 柏阳的尊严也刚好来到了大陆 同为中国人 两岸在经济发展 甚至一定的意识形态上 有着极大的差别 然而双方在同一个阶段 所反思 所面临的却经常是共同的命题 同文同种的文化发挥出的功力 我们无法看到和触摸 但它却如此的强大 在今天的大陆 尊严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的词汇 以其为轴心的变化 几乎同样是可以触摸的 从八十年代走出的精英阶层 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主导力量 他们同样也在以积极的姿态 展示着这种力量 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 广州易收容所错误收容 并非法治大学生孙志刚死亡一案 引发的对公民生存权的全国大讨论 大讨论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 已经实行了21年的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 收容站转至为救助站 这样的结果大大出乎大讨论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们的预料 值得注意的是 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依靠网络言论的力量 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发展 其结果是11人被判刑 1人被判死刑 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就是 由于非典的爆发和蔓延 公众知情权成为今年最流行的词汇之一 几乎全国的媒体都参与过这场讨论 今天如果用谷歌搜索非典知情权 将会查找到16000条以上的资讯 最新的变化则是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实施 条例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原来登记时需男女双方单位出具的介绍信 同时可自愿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上述的案例 上述的变化 能够传递出的信息就是 当代的中国人已经懂得理解尊严的内涵 并且在生存中开始活出了自信 1999年 柏阳先生去香港 有记者问 他曾经批评中国人丑陋 现在经过好长一段时间 中国人进步了吗 柏阳笑说 要进步很难 这是文化导致的 不过 如果倡导诚实文化 以诚实做基础 提倡尊严 尊重 包容 理性 远离传统的谎言文化 就是一个进步的开始 就是这个开始 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人新的气象 看到了精英阶层的影子 听到了八十年代的语音 历经了十年打碎 十年彷徨之后的中国人文精神 或许从现在开始 还要再经历十年的建构 或许本文的观点 会被认为过于乐观 因为柏阳先生从丑陋到尊严 比风所指的国人病症并没有消失 甚至还像顽疾一样的存在着 甚至还可能迸发出新的病症 孙志刚治死案 不过才发生半年 从媒体的披露可以看到 相似的案件还在发生着 更多的知情权还停留在口头上 结婚登记不用介绍性刚刚是几天的事情 由此便得出结论 是否等同于加减法一样简单化了 事实上 上述变化以及二十年来的变化 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 重新建立的人文精神的雏形 这是从五四以来不断付出代价 也不断努力的结果 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 是建立在国民精神基础上的 正是从鲁迅贯穿到 博洋作品中的国民性 晚清政府曾经把自己的一败 在败归结为船部肩炮不利 由此开始了洋务运动 然而船肩炮利后仍然逃脱不掉失败 事实上是晚清的国民精神 已经完全腐烂了 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 曾一度陷于物欲横流当中 但物质的相对 富有同样也无法挽救 人文精神的缺失 相反 正是由于这种缺失 让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了 更多的丑陋中的丑陋 而今天 我们看到的是 人文精神的曙光 看到的是中国人进步的曙光 这是从八十年代 开始二十年以来 从五四运动开始近百年来 中国人努力的结果 我们的现在需要的是 五四精神的延续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正如博洋校园 要进步很难 这是文化导致的 还是要回到八十年代 回到八十年代人 回到博洋 对于八十年代人来讲 博洋是一个导师 当八十年代人成为精英阶层时 今天的博洋 对他们已经没有当年的影响力 当年的学生和导师 在近二十年里 以不同的路径 是一起寻找到了 尊严这个坐标的 但是这丝毫无损 博洋的魅力 因为学生是从导师的震撼下出发的 一个没有经历过任何教育的成年人 如果让他和一群儿童 一起开始接受学历教育 那么这个人在小学阶段 可能会一直名列前茅 但是最终他一定会输掉这场比赛 因为这种智力开发 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晚了 在他错过了应该接受智力教育的阶段后 就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博洋对于八十年代人的意义就在于此 在一个全民反思的大背景下 博洋遇到了一群刚刚走出荒漠的 充满渴望的 充满激情的年轻人 于是他们把他作为自己的导师 他们之所以接受博洋 就在于博洋对国民性的批判 是如此的深入人心 对博洋 大多数的八十年代人都怀着一种感念之情 而博洋对于精英阶层的意义则在于 当年他成功地把国民性批判 深深地根植在了他们心里 并由他们带到了今天 当他们以精英的身份 在各个阶层发出各自的声音的时候 那里面总是能够听到博洋的声音 借助六百万精英 博洋推动着中国人的进步 这就是博洋的价值 博洋依然在影响八十年代人 作者陈晓明 我想针对朱洪海先生这篇论文提出的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人以及博洋思想在八十年代 博洋思想对八十年代人的影响这几个概念做点补充说明 我以为朱洪海先生提出八十年代这一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 我理解为一个高度浓缩的时代 事实上它压缩了整个七十年代 所以七十年代变成以一种怪异的方式 成为一种超历史的存在 对那些断裂的东西累积到八十年代 全部爆发出来 包括人力资源的堆积也是 我本身是七七级的大学生 当时我十八岁是班上年纪最小的 二十岁毕业后我留校教书 我的学生最大也有三十五岁了 所以当时的思想构成 人力物力都可以说是非常混乱的状态 它压缩了好几个世代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更是整个压缩在一起的 我是如此理解的 第二 它也是好几个思潮压缩在一起 文革以后我们有一种思想解放运动 也叫做拨乱反正 主要目的就是反思文革为什么会发生 所以这时人们借用了各式各样的思潮去解释 最早也因此引进了最新的西方思潮 包括科学史、文学理论、西方社会学、哲学等方面 这让年轻一代非常兴奋 我们甚至是清晨三四点钟爬起来去买书 只要是来自西方的 我们全盘接收 第三 我认为是堆积了无数的历史愿望 作为这样一个压缩的时代 人们有巨大的历史愿望 主要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当时我们知道了香港、台湾 他们都在亚洲 都属于中国 但是他们却发展这么快 记得当时有个电影导演写了一篇文章 说他在访问了香港 台湾后到了日本 坐在日本银座的台阶下哭 他说 1945年后 日本是战乱的一片废墟 中国大陆当时也都在同一个历史起跑点上 为什么现在的日本是这样 所以他坐在那里痛哭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国家 民族都有深切的爱 就是哀其落后 怒其不争 常想 我们怎么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呢 所以当时对传统的反思、批判 实际上正是怀着对于国家、民族振兴 那样一个巨大的愿望 但因为这种愿望的表达很困难 所以转为对过去传统一种冷峻的批判与痛斥 朱鸿海先生在文章中 提到柏阳先生的思想 在八十年代中期进入了中国大陆 恰好契合了当时对传统反思的 思潮 我想这个把握是非常准确的 中国大陆对传统的反思 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到未来 许多的研讨会都曾经讨论过 但是大家感觉到对传统的批判 好像都不够强而有力 换句话说 这些批判表达了很多现实的情绪 但却找不到一个强力的资源 有一点现象 我要说明 就是和五四的关系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变得非常暧昧 对传统的批判到了这一时期 却极少被提起 但是柏阳先生宣言式的语录出现时 我想是位年轻一代 对传统的反思提供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支持和佐证 就像是火柴一样点燃了某种东西 所以预计在那里的材料突然间发光了 我觉得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最后就是关于进一步的影响 就是柏阳到了九十年代 那些八十年代的人都变成社会重要的支柱力量 这些人经过时代的洗礼 磨练将会对九十年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柏阳先生对中国人全面而深刻的解剖 还依然在影响着八十年代人 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 本文章是作者在2003年 柏阳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章是北京大学教授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